师父 师父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什么是出家 出家是让我们离开原来的家 放弃世俗的生活 迈向长盛的路途啊 这是要有很大的决心的 哦 师父 出家原来就是出我家的门哦 那佛陀有没有家啊 当然有啊 师父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佛陀是几岁出家的啊 那佛陀啊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小孩啊 好 让师父慢慢告诉你 佛陀的故事 佛陀原本是印度的西达多太子 西达多太子诞生的时候 就向四方行七步 举右手而畅拥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封 他在出生的第七天 就没有妈妈了 太子在十六岁的时候就结婚 二十九岁那年 是他最重要的一年 他的儿子 罗侯罗 在那年出生了 西达多太子 西达多太子外出巡游的时候 恰好遇上了老人 病人 死者和修行者 身干人间 生老并死的苦恼 经常在岩浮树下沉思 但是不得离苦之道 于是 在二十九岁时的某个月夜 尝着马 出家修道 哇 师父 那西达多太子 在二十九岁的时候 就变成佛陀了吗 西达多太子 和五个比丘 在苦行灵中苦修了六年 忍受饥饿的痛苦 遇到了牧羊女 牧羊女 是附近村庄人家的女孩 在河边 遇到了身体虚弱的佛陀 于是牧羊女 把手上原本供奉给神明的乳迷 给了西达多太子 身体疲惫不堪的西达多太子 也渐渐地恢复了体力 牧羊女一念之间的善念 让西达多太子 于这个世界 有了重大的改变 恢复体力的西达多太子 意识到苦行 无法达到解脱 而前往菩提家也 坐在菩提树下 西达多太子发愿 不成正觉 不成正觉 用不起身 一直到了第七日中的第七夜 天正小明 瞻望明星而悟道 悟得三明 与四弟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而成为佛陀 本来如此啊 那我这么小就出家 长大 是不是可以跟佛陀一样 那么有名啊 你啊 你也快要念书了 你要先把书念好啊 我要好好念书 dam do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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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